热搜 出圈 名场面 欢迎来到网易娱乐2022 我的爆梗时刻献上颁奖典礼 他既是劣罪图鉴中 能三岁化老的神秘 也是你安全骂中 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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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跳俱佳 演技爆发 不愧是演艺圈全能艺人 特此授予谭剑次 全能大哥奖 全能大哥奖 这个名字好听 希望您打开礼盒 然后打开我们的奖状 并对镜头展示 然后发表您的获奖感言 非常的有仪式感 当着我的面 把奖状放到了礼盒里 然后再让我打开 荣誉证书 恭喜谭剑次荣获 网易娱乐2022 我的爆梗时刻 全能大哥奖 特发此状 以资鼓励 谢谢网易娱乐 给我颁发的这个 全能大哥奖 全能这个title 现在对我来 对我而言 真的是责任越来越重大 然后也越来越压力 也是有增无减 全能真的不是这么好当的 就是通过这段这么长时间以来的努力吧 真的发现全能这件事情很难 就做好一件事情已经很难了 但是要做好每一件事情 发现真的是非常的累 非常的累 但是这种累呢 在收获的过程中又会很有成就感 很开心 唱歌 跳舞 演戏 综艺 综艺里面是大哥嘛 然后也很开心 大家在综艺里面 认识了我一个新的身份 认识了一个最不像大哥的大哥 希望自己 未来能够保持住吧 保持住 全能大哥奖 我今年你已经让观众认识到了如此全能的你 那明年还有什么想要挑战的事情吧 没有了没有了 暂时先这样吧 先站站稳吧 挑不住 挑不住 我们新巧是有两张随机的八八乐的福利 然后你选一张 哈哈我选这个 宣传期 官微 安利 安利向小作文 那为什么你选了这个呢 因为 只要写小作文 就感觉好像很 很走心了 就是 对吧 那也期待就是明年 就是你有工作作品 然后我就给你写小作文 好的好的 期待看到你的小作文